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及应身。 身,除了指身体形相之外,还有积序的意思。 法身是理性的积序,表示佛性,所以又叫做自性身。 报身是智慧的积序,表示智慧受用无量,所以又叫做受用身。 应身是功德的积序,表示功能、德行、变化无穷,所以又叫做变化身。 按中国天台中致危大师的说法, 法身佛,以毗劳喆罗佛为象征。 报身佛,以劳赛罗佛为象征。 而应身佛,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象征。 毗劳喆罗佛,凡文Varachana,是光明片一切处。 所以,密宗将毗劳喆罗,讑为大日如来, 好似太阳光片照一切处。 劳赛罗佛,凡文Varachana,是光明、圆满、清静。 表示正悟佛法真帝,而得到光明、清静、圆满的佛果。 释迦牟尼佛,凡文是Sakya Muni,能行一切仁慈而智性直默。 所以,佛随缘而显现形相,应机会教化众生的。 根据十地经论等著述,法身是真如实相的理体。 具足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 这个智性又称为法身。 法身的解释如此圆妙,怎样才能了解什么叫做法身呢? 因为法身是超越文字言语,也超越意识所能了解的。 因为意识是分别心,用妄想分别心,又怎能了解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法身呢? 法身的理体,也好似佛经中所说的诸法实相一样,为佛方能究竟了解。 用言语文字去描述,不过是一管之见而已。 报身是表示积聚了无量功德而显现庄严之身。 所以,报身佛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号的。 根据《金刚明经》说,法身和报身都是真身, 而第三身应身是顺应所化众生而显现的身体。 例如释迦牟尼佛,在二千六百多年前降生在印度,后来修行成佛,广道众生。 他的身体就是应身。 应身佛是可以用肉眼见到的。 例如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 有时宴佛身、罗汉身、天帝身、宦官身,甚至人身、鬼畜生等,除类而度化众生。 禅中六祖位能大师以自性来解释三身。 法身佛即是我们自性清静心,能生出一切诸佛。 报身佛是我们自性所生的智慧,能灭除一切情感、欲望。 而应身佛是我们的坚信自性心力。 如果这个心向恶就成恶,向善就成善,这种心力就是自性应身。 三身的意义虽然不同,但同出一心,万法为心所现。 所以修学佛法就是修自己的心。 嗯嗯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